吸入式新冠疫苗来了 不用打针 中国首创 实在是太厉害了 赶紧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国人看到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 刚刚传来 中国公司康希诺生物发公告称 该公司与中国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生物工程研究所合作开发的 吸入式新冠疫苗 已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披荐 这款新冠疫苗采用物化吸入免疫 就是采用物化器将疫苗物化成微小颗粒 通过呼吸吸入的方式进入呼吸道和肺部 从容激发粘膜免疫 而这种免疫是通过肌肉注射所不能带来的 此外 使用物化吸入方式免疫是无痛的 且更加方便 只需要吸一会儿就能轻松获得免疫 实在是太牛了 验证结果显示 在疫苗接种14天后 预防所有症状性疾病的成功率为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三 预防严重疾病的成功率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四七 值得一提的是 单际接种可以快速实现免疫保护 缩短接种周期 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免疫 截至目前 这种疫苗已在巴基斯坦和墨西哥 区亚利等多个国家获得紧急使用许可 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新武士疫苗将大大加快全国新冠疫苗普及速度 到时候我们再也无惧新冠的威胁了 消息一出 国人沸腾 中国科学家开创新型疫苗先河 真是太了不起了 如果你也为中国的创新精神感到高兴 看完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好消息 一起为背后的研发科学家点赞宣传 为强大的祖国骄傲自豪 看到此视频的朋友 抓紧转发到手机里所有的群里 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个利好消息 救命药终于要来了 希望这个视频不要在你手里终止了 中国科学家的努力需要大家的转发传递 现在还有很多人怕疫苗注射太麻烦而不愿意 而如今这个办法却能够很轻松有效地实现 疫苗的大规模普及 赶紧告诉更多人吧 有多少群就转发多少群 转发传递感恩感德 有多少群就转发了